有关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多重逻辑判断 所以特别是潮状的部分 那我建议是潮状可以 在点选的时候记得你要再加那个函数里面加函数 一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自己从头打 不过从头打会很容易出错 所以建议你可以用我刚刚讲的就是 你可以先插入一个什么 先插入一个以弗的条件给它 如果这个条件大于等于80 那它为处就a 为force可能有bcd那怎么办 游标放这边再插入一次 再下一个再下一个 那大家反正就一直往下 以前记得是最多7成 不过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限制 当然理论上也不太可能会有这么多 那如果这么多成的话 理论上那它刚刚用VBA来完成就好了 如果这个地方大于等于70的话 那就是b 那反之的话呢 再来就是一样嘛 再插入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麻烦一点就是 你可以 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 C 有点像填空体 那好处就是比较不容易做错 按确定 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从头打到尾啦 只是说最怕是刮弧 可能少一个或多一个 OK 那向下填满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请各位在H栏的地方 再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 这个 处理 就是写VBA部分 上面自己打VBA 那我们要处理的部分的话 就是 第一个输出公式 把这个公式丢到这边来 OK 这个我想 程式写的还蛮多的 然后还清除 这两个其实前面都写蛮多 所以写的方法 我们 VBA部分的话 我们主要要做这四个按钮 那第一个的话 我希望把这边清除 然后再来输出公式 这个的话 前面其实都有做 类似的 所以其实基本上 这个的话 当然我们固定SOP 一 开发人员 二的话 按右键插入模组 三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 根据我们要的这几个按钮名称 然后我产生对应的SOP 比如说 层机底线公式 OK 然后你就把它输入 按Enter 再来的话呢 你就写一个回圈 回圈的话是 跟他讲说 哪一列到哪一列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七列 OK 然后呢 输出到哪一个栏呢 你就Sales i 列的 H 栏 那先给什么 给那个空字串 OK 然后把这一串 复制贴过来 就清楚 这其实前面都做过来 以后都同样的方法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把公式放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怎么做还记得吧 这个其实特别注意 都以后可能就把它固定下来 那就是把这个里面的公式 复制之后 里面有没有双引号 有 那就直接把它什么 先贴到记事本里面 然后取代 编辑 取代 取代什么 一个双引号 变成两个双引号 两个双引号 然后取代 另外的话 里面有没有列号 一二 一二 有三个嘛 其实当然几个做法 其实这边直接也可以做啦 要不就是你直接改 要不就另外啦 把一二怎么办 把它Ctrl H 先Ctrl C 复制 贴到这边来 那我刚刚讲过啦 把二改成什么 二这个部分改成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个I 其实做法跟前面那个口诀很像 只是说在这边做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几个 一次全部完成 当然方法很多啦 你只要想 不要做错就OK了 把它全部取代 有没有 这边的话呢 看一下 刚刚的二就变成像这样子 双引号到双引号 没错 双引号到双引号 这也没错 双引号到双引号 OK 如果都没错的话呢 你就直接把它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VBA 这个双引号里面 贴上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所以清楚吗 输出公式 OK有啦 清楚 输出公式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呢 底下这个乘积的话 那就势必什么 要输出的话就合格不合格 跟 这个也是那个多重 那这个写法的话 这个这两个就用VBA来写 不是丢公式哦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下面这两个的话 基本上 写的方法呢 就是要利用今天讲的 那个什么 if 跟 这个L 如果两重的话 合格跟不合格的话 那就是if跟L 那写的方法的话 特别特别注意 这个很重要 我把这边 秀给 那当然输出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拿 上面这个 清除这个来改好了 也许就成绩的部分的话 两重逻辑 记得就是说呢 你可以直接拿 清除的这个部分 来改好了 那问题是你输出 里面是要一个合格跟不合格 所以你输出的话就是 要不就是合格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是不合格 所以哦 你记得 就变成说 要在for回圈里面 执行判断 所以 这个写法是非常非常重 因为其实很多城市里面 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帮你在回圈里面做判断 所以呢 判断的写法 一定要很熟悉 那写的方法就if 后面一个逻辑 如果 哪个储存格啊 所以你跟他讲说 储存格 哪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依然 所以呢 这边的写法 就是写什么 Sales ID的依然 那我拖揽一下 下面这个来改就可以了 Sales ID的依然 所以这边 Sales ID的依然 如果他这边里面的资料抓过来之后 有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表示合格 所以合格的话 这边按一个 然后 空一格 然后 then OK 所以他的固定架构是 如果空一格 这个是逻辑判断 空一格 然后做什么 如果我为true的时候呢 那就是合格 所以这边记得按一个tape键 下一阶 就是意思说 你是合格了 在这个 反思就加一个else enter enter两下 打一个endif 那这个就两重逻辑 else 如果这个条件为false的话 意思是说 小于60 那就输出什么 不合格 所以就把上面的这个合格 这一行把它复制 贴到底下 改个字就可以了 就 不合格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清除 上面先清掉 这边清空了 合格不合格 有没有 如果他这边的乘积大于 等于60 那就合格 不合格就是小于60 不合格 ok 那最后的话呢 当然要把它改成abcd的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拿什么 拿这底下的乘积这个 拿来改成多重 多重我们今天有写过了 所以写的方法的话 可能也要注意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记得 可以改 把上面这个复制下来改 只是多两个字叫多重 如果他大于等于80的话 那当然他就是什么 a ok 那反字的话呢 就低了 可是b跟c就没有了 怎么办 没关系 交个一个方法 就跟今天讲过的 那个方法很像 1 你先做if 把if这两行 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来 2的话呢 在第二个if的前面加一个else 1l 就alif alse if 再来的话 你就可以增加第二个判断 ok 第二个判断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把这边改成大于等于70 它就帮你输出b的部分了 那c怎么办 c的话呢 就是再来一次 复制 贴到它的下一行 然后记得把它back到前面再贴 不然的话 它 会有很多空白的tab在前面 那这边的话 大于等于60 那我们就是c了 那反字的话就d 当然你这个d你也可以 改写成什么 如果 小于60 只是说 else 其实会写起来比较精简 所以就写这样 那当然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乘积 改成乘积多重 那我们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特别是说 这样的写法 就等同于 刚刚的这个多重的 逻辑把它转成VBA ok 当然呢 特别注意 在回圈里面 跑逻辑的状况 非常的非常的多 所以请各位务必 把 这几种 尤其是两重逻辑 true跟false true跟false 然后呢 第二个第三个 最后是false 这个可能要把它记熟 然后最后 执行给各位看 这边的话就是abcd 那这边的话就是 合格不合格 那我把画面再还给各位 基本上的话呢 今天的部分大概就是先讲到这个合格不合格跟abcd 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要接着继续再来看有关格式的部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在这里面呢 像同学问到的有关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那个输出的时候 顺便做个变化 比如abcd 顺便帮我把它改成不同的颜色 或者是说呢 改成像这边有个合格不合格 换个颜色 那如果字的颜色要变更的话 那怎么做 OK 所以这个地方也许各位可以查第7页 然后另外的话呢 改回原来的颜色 原来黑色 你就把它改 那这个颜色可能要 记得一个叫rgb的函数 它有点像调色盘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想要改变什么abcd不同的样式 那最常见到比如说颜色的变更 或者底色啦 底色比如说变黄色的底色 然后或者加个框线 加个粗体 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 也许这个下一次我们再来看 它格式当然你不是直接清掉 它格式跟清除是不同的 可能要分别看待 那最后的话就画框线 这个也许我们下一次上课的部分 再来看一下 OK 那相关的东西可以参考云端白板 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刚没有分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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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